影域的精英 真的我們已經相近彎 一大早有這樣一個聚會 非常高興 所以我四點半就起床 那我想呢 我只有五分鐘時間 所以我的時間非常有限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來分享 非常熱門的議題是氣候變潛 氣候變潛 溫室氣體 所以為了因應這個樣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談環境有序 減碳 所以這個2026年 歐盟碳關稅 碳邊境調整 碳關稅邊境調整 這個議題 2026年開始 那國際上也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所有的企業 未來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大型企業 這幾年開始就在碳盤查 開始要做減碳 要碳中和 所有的這些議題 不斷地在進行當中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大型企業裡面 包含台積電 台泥 台華 蠻亞 目前都在進行 減碳 碳中和 或是能夠希望能夠 進行碳碳 這個條道路上去走 未來的企業 將來如果沒辦法做到 減碳 碳中和 進行碳盤 那就是要 較大量的 這個碳水 你的產品 才能夠到國際上去 那台灣大家知道 大概70%以上的 我們的經濟是靠著外貌 外貌 所以 我們未來面臨的衝擊更大 所以 農業的部門也是一樣 今天非常高興 也很榮幸 到這邊來跟大家聚會 那這個我們的副縣長 還有副署長 還有其他各位長官 目前都在進行 減碳 碳中和 或是能夠希望能夠 進行碳盤 這個條道路上去走 未來的企業 將來如果沒辦法做到 減碳 碳中和 這個經濟碳盤 那就是要較大量的 這個碳水 你的產品 才能夠到國際上去 那台灣大家知道 它的衝擊更大 所以農業的部門也是一樣 農業的部門是在生產 這個固執的部門裡面很重要的 通常是屬於原料 這前端的部分 所以未來也面臨到 這個永續環境 多元生產 多元發展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這一 好 好 好 很漂亮 好 好 我想今天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一個是我們打碼盒的創辦人 我們楊一晃 歡迎 是 還有我們福環牧場的創辦人 來 321 好 一樣 我來個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給我一個 左手邊 左手的讚 右手邊 右手的讚 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好讚 好 這裡 好 需要補助畫面